说到不加低,在跑车界那可是大万级别,不仅有着最快量产跑车的速度,而且在价格方面也是无车能够匹敌,在2500万左右,因为价格过于高昂,以至于在全中国也没有多少量。 这么算下来,跟中国富人私人飞机的数量也就差不多吧,说到法拉利品牌,它在跑车界也是一个名流,而且相当一部分都是限量版的,本身价格就不菲,再加上其极少的数量,所以在身价方面,越是二手车越是成倍的增长。 法拉利就有这么一款车型,如今的价格甚至比普加迪还要贵上20多倍,法拉利250GTO这款车型唯一1962年所生产,两年的时间总共制造了36辆。 这款车型采用了4.0升的排量,拥有12缸的发动机,百千米冲刺,仅有5秒多的时间,在当时可算是轰动全球。 在比赛中取得了无数的战绩,当时以不到2万美元的价格出手,当然在当时也算是价格比较昂贵。 后来这台车子作为二手车转让,仅需要4000美元的价格,但是经过10年之后,这30多台车子大部分已经报废掉,仅存的一部分因为比较稀有,所以在价格方面慢慢的开始上升。 到80年代的时候,它的价格已经升至百万美元以上。 中国的娱乐圈中也有很多明星都拥有自己的私家飞机。 长龙大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,他由于工作的需要,就购买了一架商务飞机,以便于工作时更好的出行和休息。 而且这架飞机花掉了两亿元的人民币,那可真是天价了,令人羡慕,可是跟下面的跑车一比就无语了。 继续刚才的话题,要说到全球最贵的汽车,还是法拉利250GTL。 它距今已经有50多岁的年龄了,从最初的36辆到现在大多数都已经报废,全球所有的数量也不超过五辆台,而且大都还存放在博物馆。 因为数量极少,它已经成了西市珍宝,在前一次的拍卖之中,其中的一辆拍出了4800万美元的价格。 而到目前为止,它的价格已经飙升了7000万美元,这么以来换算成人民币的话,有着4.7亿元的价值,像成龙大哥的私人飞机可以很轻松地买两架,即便是不加低,也可以买上20多辆。 是不是很震惊呢?谁要是买到它?